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 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到十七节 我们一同来读,请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 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因此我已打发提摩泰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 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 今天早晨,我们要透过圣经来看保罗 这一位父亲要给他的孩子什么样的提醒 当我用这个题目的时候 有人误以为我要告诉大家我有小孩了 但是我一直记得我的父亲给我一些重要的提醒 从小到大他讲了很多话 很多听完也就忘了 但是我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 他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结束 寒假的时间 我跟他有一点抱怨 我说,哎呀,一个学期就过了 好像没学到什么 把高中课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再念一遍 大一的上学期就过完了 我说,可能之后功课越来越难 可能会觉得时间比较充实一点 他告诉我 不,大学一眨眼就过了 一转眼就过了 你的大学生活只会越过越快 而不会越过越慢 当时我不太相信他 我觉得之后课业变多了 生活变忙碌了 我应该会觉得很充实 不会觉得过得那么快 很快的,我大学毕业了 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回想到他这句话 我觉得他说错了 因为大学不是一眨眼就过去 而是眼睛一闭上 还没有睁开就过去了 快到当我把眼睛睁开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大学的校园 我一直记得过了二十年 我的爸爸给我的这一个提醒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提醒常常在我的心中 我也常常这么提醒现在的学生们 今天早上 当我们在看保罗这位称为是提摩泰的父亲的长辈 或者前辈他的这段提醒的时候 也让我们先来稍微看一下第四章 保罗他这位父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或者说他自己描述自己是一位怎样的 侍奉上帝的人 如果你看到第四章的头两节 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而且我也是上帝奥秘之士的管家 所要求管家的就是忠心 对保罗而言 我们在上个月有特别提到这两段经文 保罗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所服侍的是上帝 他是上帝的奥秘的忠心管家 所以他晓得自己是谁 他可以面对别人给他的论断 或者毁谤或者是批评 他说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 他说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 因为我是上帝奥秘之士的管家 所以呢只有上帝可以判断我 我也不自己好像很自卑 我也不自己觉得自以为义 他说唯有上帝是他的主 他给哥林多的教会 看见他的第二个 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形象 在稍微往前一点的第十三节 保罗说我在世人的眼中 我还是这个世界上的垃圾 垃圾是一个比较直接的翻译 我是万物当中的渣宅 最贴切的形容就是 你家厨房的洗手台 的那个流理台的水槽 里面你可能有个网子 保罗说我就是那个东西 通常你会不敢亲他对不对 你会觉得他最好不应该存在对不对 赶快把他丢掉对不对 还要戴手套 哎呀千万不要脏了你的手 保罗说我如今还是 世界上面看为误会 看为不需要 看为渣宅 就是那个剩余 毫无用处的东西 哇你说保罗啊 你的自我形象也太差了一点吧 你怎么会这样看待自己呢 保罗要告诉哥林多的教会 当我要劝勉你们的时候 当我要提醒你们的时候 或者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开始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非常严厉的指责的时候 保罗说并不是我非常的厉害 而是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在这个世界上 或者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是这样子的一种形象 然后保罗在十四节说 我这样说 不是要让你们觉得羞愧 不是要让你们觉得 哎哟 真是很恐怖 或者觉得很丢脸 保罗讲了他是上帝的仆人 保罗说他是这个世界的渣宰 而保罗最后要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是 他是一个父亲 保罗看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看他所牧养 所抚养的这群人 保罗是一个父亲 所以虽然在前面 或者第一章开始 保罗讲了很多很严厉的话 但是保罗要安慰他 要鼓励他们 要提醒他们 我是你的父亲 他也盼望他的信徒 看待他是一个正确的形象 他不是一个英雄 他不是一个偶像 他也不是一个犯夫走足 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色 他是这一群人的父亲 父亲的心 是怎样的一个心呢 我们或许 可以从 我们自己的父亲 或者 从我们成为别人的父亲的身上 略有感受 但是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的 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保罗说 你们的师父很多 但是父亲只有一个 这个师父不是老师 师父不是那个家教 师父在那里所讲的是在 他们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人 他是听命于主人的 一个仆人或者一个奴隶 专门在照顾家里面的小主人的 这个小男孩的 这个人叫做师父 他要定时 对他去上学 他要管理他的生活 他要 作为一个像是一个 一个 一个小主人的一个管家 这一个人 他对于主人的关系 他是主人的仆人 甚至是主人的奴隶 他是听命管教 这个主人的 小男孩的一个家仆 他不是出于爱 保罗说 父亲不是这种人 父亲是唯一出于爱的 你们虽然有很多这样子的家仆的角色 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 从肉身而言 父亲一定只有一位 从属灵的角度而言 父亲也绝对不多 保罗说 我用福音 生了你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保罗的儿女 如果你自己 是一个父亲 你会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呢 有人说 我是我小孩的朋友 我是他的同伴 我是跟他一起成长的 不 你的孩子有很多朋友 他不缺你这一个 有很多同伴 他也不缺你这一个 有很多可以陪他 一起成长的人 也不缺你这一个 父亲 就是父亲 父亲就是一个 唯一基于无条件的爱 而面对他的儿子 而管教他的儿子 父亲 是一个以爱为记号的身份 但是保罗让我们看见 他又充满着怜悯 而不是要让他们受到羞愧 对 对 对